我现在在北京的东长安街 往前面走100米 就是天安门广场 在我右手边的这条街 叫南池的大街 旁边就是高度为6米的黄城墙遗址 城墙全部采用红色 顶盖是黄色琉璃瓦 我们来看一下地面上的石碑 上面写着黄城墙遗址五个大字 这个石碑立于2006年 在旋门的左侧也有一个牌子 这个牌子镶在了墙上 看上面写着黄城墙 北京市东城区立于1986年 今天一行要带大家看到 500年从未开放的神秘大院 就在这城墙内的南池的大街上 我们走的这条南池的大街 在明清时期属于皇家禁地 普通人根本就来不了 我旁边的这条河叫昌浦河 又称金水河 这条河全长510米 与天安门前的金水河相通 而这金水河里的水 也是从玉泉山流出来的 而如今这条河属于故宫的排水系统 好的 我们接着走 就在这条南池的大街上 还分布着许多重要的历史遗迹 同时在这条长度为792米的街道两旁 还分布着许多独门独栋的四合院 这里北起故宫的东华门大街 与北池的大街相连 南至东长安街 东宇段库胡同 昌浦沿河 普渡寺西巷等胡同相交 西宇大小苏州胡同 银丝胡同相交 我们看在我旁边啊 有一个自行车的停放点 骑行来天安门的朋友 一般都会把自行车停放在这里 这里距离地铁天安门东站的距离 也仅为100米 这条街上绝对是卧虎藏龙 在我的对面有一栋灰色的建筑 这栋建筑也比较神秘 也不知道是谁的宅子 沿着这条街一直走 故宫的东华门距离我 也就仅为500米 现在大家注意看 这座红墙绿瓦的巨大建筑 就是神秘大院 我现在有些迫不及待的 想带大家好好的进去看看 这个大院啊 可是我国目前保存最完整 最古老的建筑了 在明清时代 也只有皇家的人才能进去 走进之后啊 我们才能感受到 这个围墙真的是高 这边就是大院的南墙 目测一下长度 地有100米 然后呢 我们再看一下旁边有个牌子 牌子上面的字迹还是很清楚的 来大家快看 上面写着 黄史城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牌子上面的日期啊 几乎看不清了 现在我们总算知道了 这个神秘大院原来叫黄史城 这黄史城啊 实际上是明清两代的皇家档案库 其占地面积达到了8640平方米 这里保存了历代皇帝的石鹿 圣训 玉碟等皇家档案 明朝还在此保存过明成祖师编辑的永乐大典 清代也曾在这里收藏过大清会典 将军印信等重要文献 我国历史上很多的大案库多以损毁 但只有皇史城却保存的如此完整 因此这里也就显得越发珍贵 红墙黄瓦珠漆大门 从斑驳的痕迹上来看 这座古建筑时间绝对不短了 它最早是在红制五年 也就是1492年 由内阁大学士邱骏提出 按照金柜石制的标准 打造了这座珍贵的皇家档案库 现在有一个问题 什么是金柜石室 所谓金柜就是同制的柜子 石室就是用石头砌住的房子 这样一来 保存珍贵档案的石室 既可以防火防潮 防虫柱防鼠咬 这样就可以大大延长了 珍贵资料的保存时间 总之皇史城绝对是一座 即艺术性科学性实用性 为一体的建筑 不过现在门口写着 游客止步谢绝参观 所以我要想个办法看看里面 刚刚看守的人走了 门也锁上了 我就从这个门缝看看 哇塞 原来里面是这样的 别有洞天啊 大家看到了吗 中间这个最大的垫就是正垫 建在了1.42米高的石台基上 周围啊都是汉白玉座的护栏 我们再想一个办法看看能不能看到全景 我真是太有才了 大家看这可是大全景啊 等一下 有脚步伤 接下来是重连 我们都知道 中国传统建筑以砖墓为结构 盖房子不用木料 几乎是不可能的 如此巨大的宫殿 不用一点木料 更让人难以置信 但皇史城确确实实是 是用石头砌成的 没有一根木料 整个电伸也都是无良建筑 真是大开眼界呀